亞洲公時基建聯盟一同支持的 大灣區互聯互通發展研討會 希望大家可以將你的手機調到震音 靜音或者是震機模式 我們現在的研討會正式開始 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今天的大會司儀Edit 張詩奧 讓我現在介紹以下下來的嘉賓 非常榮幸我們今天請到 為了我們智慧盛史聯盟倉 智慧盛史聯盟倉辦人 和榮耀會長葛珮凡議員 立法會陳健波議員 立法會張華峰議員 立法會陳振英議員 莫樹聯資深大律師 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 楊全勝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創會 Sorry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創會 副會長吳國安先生 香港網上經紀協會有限公司主席 吳子權先生 普華永道合夥人兼亞洲公事基建聯盟副主席 韓瑞華先生 智慧城市聯盟電子身份委員會副會長 Sorry 副主席兼亞洲公事基建聯盟秘書長 陳婉華歷事 智慧城市聯盟副會長 兼電子身份委員會主席 楊文蕊先生 MH 歡迎各位委員出席 事不宜遲 立即請我們今天的主例嘉賓 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 和榮耀會長 郭佩帆議員 BBSJP 開始這個研討會 有請樂議員 大家好 再次歡迎大家出席 由我們智慧城市聯盟主辦 香港中華廠商會 巧津和亞洲公事基建聯盟支持協辦的大灣區互聯互通發展的研討會 請容許我花一點時間來一個廣告介紹一下智慧城市聯盟 智慧城市聯盟是2016年的3月正式成立的 我們是一群來自聯盟公司和機構的科技專業人士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智慧城市 我們在政策的推動和標準層面的推動方面 我們都向政府提供專業的意見和建議 我們也希望作為一個僑良的角色 我們就鼓勵我們香港越界和全世界不同的自分者 都合作去創造合適的一個生態系統 希望可以出現到香港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我們在2016年成立以來 我們已經與來自13個國家和地區 就簽訂了27份的合作備忘錄 我們搭建這個平台 都希望與世界都可以互相互通的 智慧城市聯盟 我們也過去舉辦了200多場的活動 出席人數已經過萬人次了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發展成為領先的智慧城市 亦都希望智慧城市的發展可以推動經濟的創新 亦都可以改善民生和改善政府的施政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參與政府 制定智慧城市發展戰略 藍圖方面的設計 我們亦都與各個政府部門 保持緊密的聯繫 希望各個政府的部門和官員 都可以善用科技 我想大家都知道智慧城市 現在是一個hot topic 每個人都在講智慧城市的發展 全世界亦都爭先去推動自己的城市 發展成為智慧城市 我們香港政府最近公佈了智慧城市藍圖 裏面有香港未來建設智慧城市的方案和細節 我們業界其實對智慧城市藍圖有很大的期望 但今次智慧城市藍圖裏面所提出的 並非我們希望香港做到的全部 所以後來局長也都再三講 其實這個智慧城市藍圖是不斷演變中的 是不斷都會改變 和不斷都會以時並進 所以我們會繼續去推動 各國政府部門去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 大家如果留意到 其中在智慧城市藍圖裏面 提到電子身份 EID 就是整個智慧城市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礎 建設 我們智慧城市聯盟 其實幾年之前 我們已經不斷游說政府 盡快推動這個EID 我們在立法會經過很多的討論 初初很多立法會議員和大眾市民都會以為 EID和智慧身份證 或者第二代智慧身份證是等同的 我們都花了一些熟悉去解釋 才令大家明白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EID 並非一個實物的證件 並非我們現在政府 沒有打算即將推出的第二代智慧身份證 而是這個EID 其實是在一個小芯片裏面 可以放在任何載體裏面 都可以使用 以後可能在我們的卡片裏面 或者在我們的銀行卡裏面 或者在我們的手錶裏面 可能都已經有我們的EID 智慧城市聯盟 亦都在兩年之前 已經和內地公安廳 在EID的營運機構簽署了 中港電子身份會互通戰略的框架協議 當時我和張華峰議員 都希望可以盡快大力去推動 因為我們知道 出盡了兩地電子身份認證的會互通 其實就可以逐步實現跨境醫療 跨境救票 跨境車輛 跨境買保險 跨境投資證券等等 這些互聯網的應用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推出 目前在內地公安聽三所的牽頭下 其實內地已經開發了 公民網絡身份認證系統 EID其實現在已經可以實現 在又保護到公民私人情況下 完成了身份認證 在內地現在已經全面鋪開 越來越多內地的公民已經擁有EID 以及在內地的市場也都越來越廣泛去應用 我們在立法會討論和政府提出的建議 最快在今年之內 我們的EID就會推出去招標 最快應該是2020年的時候 香港就可以全民會有我們香港的EID 到時就藉著粵港兩地的電子簽證證書 以及兩地都有EID的安排 我們相信到時兩地的跨境服務 無論在人樓、物樓、信息樓、資金樓方面 都應該會有很大的轉變和大約進 我們香港各界準備好了嗎 另外2016年10月24日 香港政監會也發布了 自中介人的建議通行 就增加了內地居民非面對面的方式 在香港開戶的方式的一個通行 就為兩地的電子身份應用 帶來了新的特殊點 那怎樣可以確保兩地的居民 以及機構合法、合規地對折 是我和業界人士關心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在11月9日 就內地EID機構和香港政府認證機構 又達成了互應的協議 雙方就會共同推動兩地公民的網絡 EID的互通的回應 我們知道現在首階段 希望應用到在證券業 未來就很希望延伸到保險業、基金、 遠程醫療等等其他方面的領域 據了解現在這個系統已經準備就緒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了 網上經紀協會主席吳哲權先生 為我們詳細介紹兩地身份互認 在證券業的先行先試這個方案和計劃 希望藉著這個先行先試的計劃 可以作為一個示範作用 去推動在整個大灣區 和未來國家一帶一路發展裡面 去推動在各方面的回顧通 在這裡我就多謝政府的資訊 總監辦公室、政監會、 香港網上經紀協會等等業界 當然包括我們自衛城市聯盟的 所有的同業、同同努力 一直在推動香港自衛城市的發展 以及落成這個EID 政府在2017年完成這個 智慧城市聯盟圖的諮詢工作 其實在施政報告也說了 會投放7億去推動發展智慧城市 以機構的關鍵基礎設施項目 剛才我都說了 EID會是首項的 我們期望盡快可以推出和落實 相信加上我們未來大灣區的發展 這個整個智慧城市的發展 有了EID推動底下 這個基建底下 就會成為我們中港兩地未來 一個很龐大的新的機遇 我經常都說機不可失 我們國家主席都說 蘇州過後就沒有停搭了 所以我們希望今次這個研討會 都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要預早準備 做早充足的準備 去迎接新的機遇 和未來新的挑戰 祝今天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早上 也祝大家生意興奈何財源講述 多謝 多謝郭議員的分享 在另外幾位嘉賓分享之前 現在有請大家先一起欣賞一出動畫短片 塑造大灣區電子身份互聯互通體系的短片 全球政府都努力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 未來城市間的信息交流會全面網絡化 怎樣解決跨地區和不同化制之下的資金樓 物樓、信息樓的信息互認 變成了一個新課題 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一方面是國家的一部分 但是同時擁有和內地不同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 是非常適合向全球展示 怎樣實現網上交易互聯互通的場景 早在2008年 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政府 在緊密經貿關係協議下的 變紙證書互認反假協議 配合香港電子交流條例 以成功甚至跨境信息互聯互通的法律基礎 在這個基礎之下 智慧城市聯盟 相信跨境電子身份和電子工商登記證 互認機制 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基礎合法設施 為此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 早在2016年5月26日 就和內地公安部第三研究所EID營運機構 簽署了中港電子身份互聯互通前任反假協議 2016年11月 推動越港兩地 EID營運機構簽署合作建議 共同提供更安全更變質的智能電子身份應用 受階段的先導計劃 將應用到證券業 未來 還將延伸到其他金融服務等領域 目前 由公安部第三所 採用國民身份數據庫 結合最新的生物特徵 和EID技術 就能線上認證內地公民的身份 在香港方面 外交國際標準 由政府核證機關 和一對公司營登記證 和政府網址進行審核 並頒發政府的電子證書 6月開始 內地居民 更可以通過 登陸政府延伸中心 www.egert.gov.hk 對香港服務商的真實身份進行查詢 避免樂人釣魚網站 令雙方放心地享受香港 大致海外的服務 促進跨境物流 資金流 和信息流的暢通 以上機制 可以確保符合國際信任標準 和私隱條例 幫助兩地居民和企業 查驗合作單位的真實性 如果發生法律糾翻 可以根據內地居民 香港公司 機構的真實信息 上互執法 填補了粵港民眾 在跨境活動中的法律通白 國家即將頒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為大灣區的未來發展 勇滑出藍圖 內行國家重大發展戰力的核心部分 在於最大程度 發揮各地比較優勢 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 從而促進區域內的深度 由機融合 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我們期望 能夠為內地公民和香港的企業 提供一套 有法律保障的電子交易體系 促進區內稅務的電子化 自動化 降低跨境商貿的門檻和風險 可以透過電子的方式 簽署有兩地法律約束力的合同 創建一個以大灣區為中心 並可以在不久的將來 覆蓋一帶一路 完善國家的政府間數據部 促進整個區域經濟協同 安全、健康的發展 讓我們一起迎接 智慧城市發展帶來的便利 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會 實現網上跨境交易 全面互聯互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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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